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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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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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衛, 師父練功走火入魔 你快走 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 世衛, 用沉蒙點月花 師父 你只有師父練毒龍神功 師父會擔心你 將來會錯誤師父的福祉 師父 你幫師父那把鐵怪劍來 師父 劍 世衛 師父, 師父死了之後 你就帶著這把劍 想辦法離開蛇島 師父, 你不會死 我也不會離開蛇島 師父叫你接著這把劍 師父 你帶著一百兩個人的目標 你拿去作為盤川之鴻 師父 世衛 你從小就在蛇島長大 從來沒有離開過盤寶 你要記住 江湖信 人心險亡 除了呂四娘之外 你千萬不能輕易攝露自己的身份 我一定都謹記師父教誨 師父最遺憾的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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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很重要 你一定要好好記住 你拿了一把劍之後 離開蛇島塌路向東 師父 上岸之後 就趕去洛陽的亡山 去找亡山派的掌門呂四娘 只要她看到這把鐵劍 她一定會想辦法 化解你體內的惡毒 希望憑著她的圓門正中 內功身份 可以救到你 好 原來中原真的比蛇島大多多 這裡只是小漁村 去到市集, 地方更大 還有地方比這裡大? 那豈不是當失路了 不過, 小兄弟 你下次別再坐祝佛了 否則沉了的話 不幸會再遇到我 謝謝大叔關心 對了, 大叔 你知不知道從這裡去洛陽王山 應該怎麼走? 洛陽王山? 我也不太清楚 不如這樣吧 明天我也要拿魚出去市集買 今晚你就在韓社裡屈走一晚 明天去到市集再問人就行了 那怎麼好意思? 不用客氣 不過小兄弟, 你天寒地寒 穿得這麼少衣服 我在蛇島渡全年都是夏天 我長這麼大, 都沒多穿兩件衣服 那不行, 天氣這麼冷 冷病了就去不了洛陽 你不介意的 穿著我這件舊衣服 來 謝謝大叔 別客氣 師父, 江湖人心險惡 現在看來也不是 小兄弟, 老夫就送你到這裡了 老夫, 你在前面問問人就行了 這位大叔, 你又讓我坐這艘船 又讓我在你家裡睡 如果還送衣服給我 我也不知道怎麼多謝你 小兄弟, 你太客氣了 我們能夠在茫茫大海之中相遇 總算是有緣 明天有空路過的 就是來小魚村探望老夫 有機會一定會來 小兄弟, 保重了 告辭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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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不知道茫山怎麼去呢 茫山來這裡很遠 不知道走路能不能去呢 走路能去?不是吧 恐怕你不能走 不要緊, 我以前經常通山走來走去 不是問題 不是問題?不是, 去洛陽要很多天 更不是問題, 反正我也沒工作 那隨便你了 很簡單 當你離開市集之後 然後沿著觀路一直靠西走 然後攀過兩三個山丘之後 你就看到一條河流 攀過一條河流之後 再攀過三四個山丘 這樣就可以到開封了 這個時候你就要問問人 洛陽在哪兒 好, 那我去到開封再問問人 謝謝你 其實中原的人都不是那麼差 不知道為甚麼師父說得那麼可怕 我想一定是師父在蛇島住了太久了 這裡這麼荒涼 看來再走下去也不會有客棧的 今晚就當自己回到蛇島去了 今天將生的放棄 那邊寄個ハイの外界 很多時候 就給我吃吃看 好, 那擠得一天 去那回慣了 太久了 很可怕 你以前男生 有胸道 吃 真的 怎麼啦? 今天搞定了嗎? 我想我賊婆娘 隨時都會到的 放心吧 一切都準備就緒 我保證賊婆娘一出現 她一定會死無葬身之地 不辭倫令 三個堂堂男子漢 對付一個藥質女流 要不要這麼緊張 你廢話少說賊婆娘 我問你一句 我們老大百姓堂堂主慕容忽敵 是不是你殺的? 她連我十招都避不過 還是別叫慕容忽敵了 改叫慕容忽敵吧 混帳 你用這麼卑鄙的手段 殺死我們的老大 竟然還敢在這裡口出狂言? 只怪她漢藝不精 與人無有 死到臨頭還這麼口硬 如果你願意跪地求饒的話 我們可以留你一條全屍的 糟話, 我既然單刀附會 就沒想過會輸給你們三個 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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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 四大… 我就是有他了 何必趕殺死他了 我可以殺多少是我的事 不用你在這裡多管下事 小心 好 姑娘, 你幹甚麼? 姑娘, 你幹甚麼? 為甚麼你沒事? 為甚麼他有事? 那些梅花針明明滲了蛇毒 中了的人起碼幾個時辰不能動 為甚麼你… 原來是蛇毒, 難怪我暈倒一會兒 我以前在蛇毒有甚麼蛇毒被中過 所以我不是百毒不侵 百毒不侵?你把臉真的騙我了 我甚麼時候騙你? 你… 不過呢, 你們挺有同情心的 你還說風良話, 我也風良… 好 好甚麼? 這種人也有的, 古靈精怪 小龍的伏魔滾發 滾得很厲害 你們打那麼快, 我說不及了 江南, 你在這兒幹甚麼? 我… 江南, 你未得主持方丈同意 偷學少林武功 學壞了少林的階段 現在罰你擔水十人 正思紀過 知道嗎? 看過鬼還不怕嗎?我會小心的 你說甚麼? 我說我會小心的 我不會再犯規的 我擔水就行了, 大師 我擔心 想來到少林寺 一定是學一招半釋絕世武功 誰不知來一大半年 天天在這兒斬柴擔水 我江南前世做錯甚麼 你敢對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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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其在這兒虛道光陰 不如早走早醉吧 不要打我… 我以後都不敢偷走 最多睡個擔水和斬柴吧 我甚麼都肯做 只要你們… 不是打我嗎? 誰這麼抖蛋 把少林弟子打傷呢? 誰這麼抖蛋 回方丈, 若然毛秀沒有看錯 二人的確是被丐幫的打狗棒棒所傷 少林和丐幫一向相安無時 為甚麼突然間無緣無故 一而在, 在而三 把少林弟子打傷呢? 以毛福看來 丐幫這樣做是全心向我們少林進行挑釁 阿里頭佛本來無一萬 何此惹其愛 丐幫這樣做, 他居心何在呢? 方丈, 反正我們已經跟丐幫相約 在下個月初一, 在孟家寶相見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問過一清二楚 那也好 無福無錄無修 方丈有何吩咐 本在如今, 令你們三人 代表少林前往孟家寶 向丐幫問過清楚 不過你們千萬要記住 事關重大 此行此物輕舉妄道, 知道嗎? 是, 知道 去孟家寶嗎? 三位師伯 三位師伯, 三位師伯請留步 是你 江南是奉方丈之命 來侍奉三位師伯上路的 有這種事? 為甚麼我們下山的時候 方丈沒有提及呢? 幾位師伯是這樣的 當你們離開少林之後 方丈又突然醒來 三位師伯從松山少林 去到荒山那麼遠 如果沒有一個人侍奉一下 是不行的 所以是警察江南來找你們了 出家人四大街空, 何必侍奉 師伯千萬別這麼說 三位師伯是少林得高望重的高僧 你說如果上路的時候 沒有一個像江南這麼聰明的人 服侍幾位 你說不凋殺少林是假的 總之以後的粗重工夫 交給我做得了 照他這麼說, 也不無道理 是呀…三位師伯 總之由現今開始 一路上的大小事務 交給江南負責 說真的, 我們也沒甚麼粗重工作 這樣, 外面人家煮的菜 我們吃不習慣 以後一天三餐, 又由你負責 知道, 師伯 對了, 江湖險惡, 人心難測 以後我們就寢之後 你就在外面放哨 千萬不要被人有機可乘 誤我們大使 知道, 師伯 還有, 當我們練過的時候 你要即時迴避 千萬不要像上次那樣偷學 知道嗎 知道了, 師伯 那我們走吧 是, 師兄 有空會 小花 小花 我小花 我小花 我是這樣的 來, 去吧 你三個江頭和尚 出家人慈悲慰懷的 要我日夜做, 怕我不死 辛苦在少林寺的時候 出家人帶這麼多錢出去 算了, 這些錢 當我幫你們織福吧 阿彌陀佛 原來佛祖會原諒你們的 你別走, 你快說 為甚麼把羊都放掉 你說阿哥, 你聽我說 剛才我看那些羊 混在籠裡, 樣子很可憐 你怎麼叫, 那就放走他們 他們走的時候, 不知道多開心 你就做好心 那你知不知道 我家裡一家十二口 就是等著買了羊的錢 用來過冬的 那你叫我們怎樣過冬 真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那些羊是... 不如這樣吧, 我幫你做事抵掃吧 你真是的 我現在連飯都快沒得吃了 我怎麼找工作給你做 這樣吧, 你賠錢給我 當你買了羊吧 賠錢嗎?那要賠多少 那你身上有多少錢? 錢我沒有, 不過銀票一張 這張銀票不知道夠不夠給呢 一百兩? 夠就不夠了 不過我看見小兄弟 你不像壞人 我就要收信一點 停手 兄弟, 你那些羊這麼厲害 收了一百兩這麼多 你別去搶 你不要多管閒事 你甚麼多管閒事 我也是賣羊的 你那些羊 我真的多給你十兩人一隻 是嗎? 四兩隻 加上四十兩, 收人一百兩 你有沒有想到自己這樣做過不過份 是呀 一百兩減四十兩 還有六十兩剩 這裡哥哥, 你算錯了 我哪是貪呢? 我沒錢找而已 你看, 路上狐狸味霸 早就遇到你這樣說 這裡有二十兩 小兄弟就買了你的羊 你剛才明明說我 你剛才是甚麼? 剛才你那些羊呢? 現在走了 二十兩要不要嗎?不要我省了 甚麼不要?二十兩照殺 你真壞人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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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哥哥 這個兄弟 謝謝你 小兄弟, 區區小事又何足掛齒呢 我這個人看不過你 奸商欺騙這麼善良的人 不過如果你真的過意不去的話 這樣吧, 我們平水相逢 反正我還沒吃飯 一起吃飯吧 好, 來 來 江兄, 你真好人 不僅替我出錢給個洋飯 如果這樣還想吃麵 我也不知道怎麼報答給你 好…金兄 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何況金兄你答應過 你換了銀票給我了錢 這些我先替你付錢 來… 金兄, 我的問題想問你很久了 你不像中土人士 對了, 我自小就在蛇島長大 這次是我第一次踏足公園 蛇島? 從哪裡來? 好遠嗎? 為甚麼? 為甚麼? 為甚麼我從來都沒聽過蛇島 我住在那島上有很多蛇 所以叫蛇島 至於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來中原很遠 我來的時候足足差兩天足佛 再坐三、四天余船島 那就到了 難怪你從這麼遠來到這裡 真是大鄉里出蛇, 容易被人騙 難怪殺人 誰叫我自作著張貨走人家 話說回來, 金兄 你從這麼遠來到這裡, 中原 現在打算去哪裡? 我想要去洛陽亡山 洛陽?我去開封 金兄, 我和你同一條路 真的?那就好了 如果江兄, 你也一起上路 也沒那麼悶 但只不過… 沒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錢的方便, 不需要擔心 放心, 我看過你的銀票 發銀票加錢莊在旁邊的鎮 我和你換了銀票之後 你豈不是有賠儲呢? 那一路上不是江兄你先出錢嗎? 沒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出來行走的那邊算得那麼足 不過如果你真的過意不去呢? 有沒有聽過舊出十三歸? 這一點是利息 你換了銀票之後 我把銀票帶來給我, 今天就行了 利息 江兄, 你怎麼說怎麼好 反正我一蛇到這麼久 都沒試過怎麼花錢 真的? 金兄, 你真的沒有認錯人嗎? 我江南說得花錢 認了第一 就沒有人敢認第二 金兄, 你看你的樣子 還沒飽 因為忠然的洋春麵太好吃了 懂得吃 老闆, 多來一碗洋春麵 真是的 對不起, 我要交給你一碗洋春麵 沒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何況今天你答應過 你換了銀票之後 年本帶來給我 那當然了 喝完碗洋春麵 那我買了 再這樣走下去嗎? 我不斷氣, 我的雙腳也斷了 不是了, 金兄, 我這個地方糊糊了 江兄, 你說你是少林弟子學過武功的 為甚麼走下去不讓你這麼累 少林武功是用來打架的 不是用來走路的 我是少林弟子, 我不是馬 我會累的 為甚麼我又不是怎麼覺得累 對了, 為甚麼你不覺得累 走一整天都不喘氣這麼厲害 可能我自有去通山走 走慣了就不覺得累 好… 金兄, 你這間客棧挺遲藥 我們今晚在這裡睡一晚 明天再趕路 那又要說起你破費 沒有…四海之內皆兄弟 我明天就帶你拿一張銀票之後 我連本帶你會拿回來的 聖南參見主公 來遲了 會品主公 聖南因為在途中遇到少許阻滯 所以才來遲了 阻滯 是小事已經解決了 主公只要見聖南來到 是不是有些新任務要去執行 本來我們離間少林和丐幫的大計 進行得很順利 我也收到消息 少林和丐幫約在下個月初 我們一齊集在孟家堡對陣 看來這場武林大戰還會一觸直發 可是我剛剛收到密報 少林和丐幫分別請了 天山和亡山兩大派出仇相助 天山和亡山兩派數有於餘 若然他們插手此事 那我們先前所做的一切 豈不是白費 主公照見聖南來 就是想我們破壞兩派的關係 就是 識得他一帆三 果然是我最得力的手下 主公儘管放心 聖南一定不會令主公失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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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金兄 江兄, 這個是甚麼 這個叫陀螺, 小朋友換衣 別管他…金兄, 你給我一張銀子 連城大街, 沒錯, 但鬼鬼也不驚 我們有沒有去錯另一條街 是嗎?好啊, 這裡是 可能在絕角那裡 連城大街, 順兒宴莊 是, 哥哥 哥哥 這位是哥哥 你別看著我, 我只是問問你 甚麼事? 這裡有間信儀錢莊, 不知道在哪裡呢? 就是這裡 沒有…這裡是義莊 你有所不知, 這裡以前的確是錢莊 不過去年一把火燒通頂 連錢莊老闆也燒死了 那些人在這裡死過人, 不刺你 所以沒有人租店做生意 之後我就做了義莊 那黃金…那黃金屋子都燒光了 有也沒有, 整年前的事 真的有也被人撿走了 快點, 這裡寫著一百兩銀票 我們現在就看著這張紙 但是有得提, 不用得了 算了, 江兄, 那些錢就由得他了 由得他? 你別說…大難了一百兩銀票 現在健在化水, 你一點也不覺得痛嗎 我最小就在一堂長大 肚子餓就可以打獵, 也不用用錢 你有沒有搞錯 我的銀子就由不得用你的生肌肚 我給你喝, 我給你吃, 那你… 大哥, 大哥血本無歸 不能把你歸還金 你叫我怎麼辦, 你不要叫我… 豈哥, 我給你一張票吧 你有沒有搞錯 我馬上把錢拿出來給你喝酒 你現在給了廢物給我, 你… 遲了, 被火燒了, 我也不想 對, 你說得對 錢財乃失外之物, 沒了就算了 不如我帶你去吃一頓吧 那又要江兄, 你破廢了 沒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來吧, 我帶你去吃一頓 你真厲害 真好 你不要再扔頭, 就算了你, 金公子 金兄弟, 別客氣了 江公子, 還有甚麼吩咐 沒有… 我呢, 不用招呼了 但這位金公子你們要好好招呼 不能太慢 一定… 金公子, 何況你一生的衣飾 這麼多瘦皮, 這麼奇特 是呀 真的不是嚇你們 知不知道金公子甚麼身分 甚麼身分 他就是東海對出一個島的島主 是金公子 金公子, 真是島主 金公子, 整個島都是你的 對, 這麼大 那倒是 如果整個島不是金公子的 怎麼叫島主, 金兄 那是你 金公子 都可以這麼說 金公子真是看不出來 你年紀輕輕, 就是島主 真是令人佩服 我先喝杯酒 你太誇張了 其實我從小就在蛇島長大 不知道甚麼島主 蛇島? 那豈不是有多蛇嗎 是呀, 我數過了 在蛇島上有二百多種 七千多條蛇那麼多 這麼多? 但是你跟那些蛇住在一起 你不怕嗎? 有甚麼好怕 蛇屋是好朋友 我總是不時找他們聊天 不是吧, 金公子 你會跟蛇聊天嗎? 對, 一定會 當你跟他們相處十年八載 自然會 十年八載? 你怎麼可以? 你教我 對, 你教我 可是他們開心的時候 還會找我打架 人跟蛇怎麼打架? 對, 怎麼打架? 那豈不是很長 還有她的身體比我的腰還要粗 沒錯 紫大也不是很恐怖 話說回來 人有三急 兄弟, 你們跟著人蛇大戰 我去茅廁吧 茅廁 茅廁轉了 對呀, 跟著人蛇大戰 你咬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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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是沒有咬了嗎? 當時我一個箭步 左手的鴨嘴, 右手的鷹爪 你咬了嗎? 那怎麼辦? 你咬了嗎? 對呀, 你咬了 老公, 你繼續陸人蛇大戰吧 到爪子的時候 拿了人蛇來騙騙人吧 你騙不騙騙我的肛腰? 我用了師父教我的方法 終於捉到這條奇毒無比的毒蛇 精彩了嗎? 精彩… 我記得你還有一次 我和另一條大網蛇大戰 三天三夜的故事更精彩了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別客氣了 對呀… 對了, 金公子 你說了這麼多場人蛇大戰 都口乾了, 先喝一杯酒吧 對呀, 喝一杯酒吧 對了, 金公子 為甚麼你那位朋友去了茅廁這麼久 還沒見他回來的 是呀… 對了, 會不會當失勞呢? 不好了, 不如讓我去找他吧 不別了, 剛才我那位胡遠 都在茅廁看過 你那位朋友已經走了 走了? 剛才沒有理由不辭別的 理由很簡單 因為你那位朋友沒錢 所以他就先偷偷走了 既然江兄走了, 我也告辭了 金公子, 既然你要走 我也不方便留你 剩下二十兩銀 甚麼二十兩銀 金公子 你不是想來我們黎春園喝酒 是不用付錢的, 是嗎 但先前江兄不是說他結帳的嗎 既然你那位朋友走了 當然是由你自己結帳的 我身上沒錢的 混帳 我這裡是妓院, 不是善堂 我打開門口做生意 誰進來喝了花酒不付錢的 又想走出門口 想喝霸王酒吧, 還沒死過 有事慢慢說吧, 無謂傷了和氣嘛 死了 蛇蟆蟆蟆蟆 聽說一群人蛇大箭還不夠嗎 你真是有蛇 我… 金公子, 這次真是謝謝你 替我們捉了蛇 這裡有些銀子 你拿去做盤村吧 不行, 正所謂無功不授錄 我不可以要的 怎麼會無功不授錄呢 你替我捉了蛇 你應該要的, 拿去吧 真的不行 拿去吧 我還是先走了 拜託你, 沒錢學人投賺 你以為這裡是齋堂嗎?走 不, 我的朋友可能在賺錢 來找一支賺錢的 你不可以再等他一會 你朋友還會回來嗎? 想創你的心吧 我的伙計看著他的後巷 靜靜地走了 我已經走了, 你想留在這裡嗎? 走, 你替我找清楚獎金和飯錢 沒道理的 江明說了跟我一起上路 沒道理不等我 難道我意外 這位姑娘想吃甚麼呢? 一碗龍茶兩個饅頭 是, 老闆, 等一等 這位大哥, 請問一張開封怎麼去 開封嗎?很遠的 是他? 姑娘, 你幹甚麼呢? 你還說方難說話, 我也方難... 好 好甚麼? 妹妹 是你姑娘嗎? 你怎麼無緣無故站在我後面? 我站在你後面? 我問你為什麼一直跟著我? 我以前有跟著你, 路是你的 我救她開風了 你又知道我去開風? 這條路是去開風的, 你不去開風去哪裡? 還有, 我還沒罵你 為什麼無緣無故把石子放在洞裡嚇人? 我怎麼把石子放在洞裡? 石子住在這裡, 你去搞事就更好說 你又知道她在睡覺? 如果天時, 天堂地凍, 蛇要冬眠 這就像你那樣, 通山走 你這麼說, 這是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 別說了, 那我走了 你走的時候, 別踩上這條蛇 不用耳了, 又是我 你剛才為什麼對著魚笑? 沒有, 我看魚在水裡自由自在 讓他們開心而已 你又知道他們自由自在很開心 或許他們覺得 整天混在水裡一點都不開心 那我又沒這麼想過 對了, 荔姑娘你也會跟魚聊天嗎? 你怎麼知道我姓麗 上次在樹林見到你的時候 我聽過三個人是這麼叫你 你呢?你叫什麼? 我叫金世衛 金世衛,你的名字很古怪 是嗎?我又不覺得 那你叫什麼名字? 你好好記住,我叫麗星南 星南? 對了,金世衛,你想去哪裡? 你去哪裡?我去開封 那去開封做什麼? 文露 文露?文露去哪裡? 文露去洛陽 那你就是去洛陽 是嗎? 你去洛陽做什麼? 我去洛陽找人 那是誰? 不能說的 為甚麼? 因為我師父跟我說過,說不能說 那你別說了 對了,不如我們一起去開封吧 為甚麼要一起去開封? 那有個盤子嘛 有個盤子幹甚麼? 那沒那麼悶 也好 姑娘,你要的東西全部找齊了 你有沒有再遲一點? 姑娘,現在的天使 這些蛇蟲雪蟹很難找的 就好了,不用再解釋 謝謝姑娘 你怎麼回來了? 你怎麼有床也不睡在地上? 我不習慣睡床而已,很香的 當然香了,我喝了很多材料 這杯是甚麼? 這杯叫百料龜巢 是我家傳的好湯 我不是這麼輕易熬給別人喝的 那我豈不是好喝口福? 你知道就好了,還多喝一點 你不喝? 你是我救命恩人的,你先喝吧 那我不客氣了 這次你還不死? 我尺子之生,看似太天真 情愁難攻擊變得反行 願慈害半生,占據你一生 難逃離別最後悔恨 同場過波折苦困 曾交託我的心 但心裡境讓無人不敢親吟 誰知你心裡悠暗 何會犧牲你已別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